您好晚間八點鐘 歡迎繼續鎖定最前線新聞 我是錢麗如 最新消息我們先來聚焦的是立法院 因為目前正在持續進行 國會改革法案的表決 而且再度爆發了激烈的支起衝突 稍早立委要爬上議事桌 結果摔下來緊急送醫了 我馬上要連線給楊佩玉 佩玉 好嘛那沒關係 現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因為現在約會是繼續要來表決 國會改革的相關法案 不過可以看到 在表決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第二條的時候 可以看到在主席台後面的後門 其實一開始民進黨立委 還有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是在主席台後門發生推擠 那麼民進黨的立委沈柏陽 是突然的爬上人群 不過疑似是被這個國民黨推擠 那麼疑似是被這個國民黨立委 邱政軍拉下來 那麼他在一瞬間的時候 是從這個議事桌上直接摔下來 疑似是頭部重創 因此馬上就有救護車來到場 那麼救護人員 其實拿單架 是先把這個沈柏陽來送醫 不過我們看到其實剛剛的回顧剛剛的衝突場面 其實還有這個立委郭國文 也是從這個議事桌上不小心的掉下來 那麼可以看到其實在現在我們統計 目前現在已經是有大約的四位立委 是送台大醫院 那麼包含是三位的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三位民進黨的立委就包含了這個沈柏陽 中嘉賓還有邱智偉 那麼另外一位立委呢 是國民黨的這個立委吳宗憲 那麼好像是疑似是剛才也是在衝突過程中 發生了這個受傷的情況 那麼另外在角落其實還有一些上市立撥毅 還有王世堅也就去擦傷 那麼在一旁的角落來包扎 那麼可以看到現在的民進黨的立委 吳思堯是高舉說四位立委送台大韓國瑜 還要來硬幹嗎 那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目前 整個衝突狀況還是持續 因為這個表決其實進行 那麼可以看到這個藍綠立委 都還卡在這個後門中 那麼現在整個議事是暫停的情況 民進黨立委也是持續抗議 好 佩玉你剛剛提到 現場已經有四位的立委被送醫治療了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 國會改革法案的表決 可能要挑燈夜戰 所以根據你的掌握 這樣子混亂的場面 可能會到幾點鐘呢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這個 從早到晚立法院 都是出現一個衝突的場面 那麼為的就是要來通過 這個國會的改革武法 那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在剛才的時候 大約是五點半 這個韓國瑜是重新回到議場內 要來繼續進行議事 不過就在剛才整個 先是吵一個程序的問題 包含表決的方式 那麼現在這個整個過程 是進到了表決的程序當中 那麼其實在 只要是議事人員一開始念議案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的立委們 就會開始來進行衝突 那麼剛才是在整個後門那邊 有一些發生一些衝突 那麼其實包含說 三位的民進黨立委 還有一位的國民黨立委 都送醫的情況 那麼其實還有更多的立委 是有輕傷 那麼其實剛才的衝突場面 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這個包含說立委 有民進黨立委 也是持續的潑水 那麼就是整個場面 是相當的混亂 那麼可以知道 其實根據剛才 這個國民黨團的一些人 是表示說 今天這一場是可能會來進行到十一點 保守估計十一點 也非常有高機率 會延續到這個凌晨 就是因為剛才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提案是通過了 因為是說要審到第四案 結束審完之後 才會來結束整個議事 不過我們看到 其實只要一進去表決的時候 民進黨就高喊抗議 那麼現在還有幾位立委 都已經被送醫 那麼場面是持續混亂 好 謝謝佩玉 所以這樣子混亂的場面 恐怕會持續到晚間的十一點鐘 那是剛剛來自立法院的最新畫面 也來看看今天 其實藍綠雙方的戰神 也都不遑多讓 像是國民黨的陳玉珍 他包括了跆拳道的房梯護板 還有頭盔 樣樣都來了 還跟王世堅互罵不要臉 另外民進黨的王美慧 還被指控他攻擊駐衛警 甚至有人被勒脖子摔倒在地 又是拉扯又是尖叫國民黨團 國會改革無法利品三毒 立院議場門都還沒開 就爆發肢體衝突 民進黨立委中加兵 被國民黨立委謝龍介落倒在地 而洪生漢 張志倫也上演肉搏戰 不要臉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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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生漢要衝 卻反被拉倒在地 你沒人拿 你沒人拿 國民黨要搶七點 宋岸 藍尾 羅廷尾 人行立牌 在門口卡位 卻被貓了三圈 不要臉了 七點 把他放開去 就離他港幣 不只立委打成一團 站在議場門口的 警察同仁也遭殃 不滿警察七點還擋在門口 民進黨立委王美慧 把警員的小貓扯下 還K了超多下 打他亂無言 請跟打他亂無言你們 我們一定要保護警察 保護警察 最重要的 我們司法人員 我們全國暴力 我怎麼要給他拍水 他的行為他是不對的 保留總隊表示 都是正常部署 而金門彈劾陳玉哲 有備而來 秘錄器 跆拳道 房梯護板樣樣來 這頭盔也成為衝突焦點 你還在那邊沒了 我怕被他打共罪嗎 迷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鬼傷 笑之死眼 一場內表決大戰還沒開打 一場外先上演全武行 TVBS新聞 國會改革法案 讓立法院的議場 再度變成了拳擊擂台 到底在朝哪無法 其實包括了強化人事同意權 國會調查調閱權 還有政副院長的投票 到底要不要記名 以及刑法是否要新增 所謂的藐視國會罪 還有另一個吵很兇的 就是總統國情報告 到底要不要採用 習問習答的方式 當然今天我們看到 立法院是一片混亂 包括陳玉珍今天在議場內 喊出他一個要擋十個 讓旁邊的黃傑 不斷的大喊不要推我 至於這畫面來看到 郭國文還被形容是 橄欖球員上身嗎 因為他一個劍步上前 搶走秘書長周萬來的議事資料 拔腿狂奔 話講到一半眼神往這看 名將立委郭國文一個劍步 快手抄劫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手中的一疊資料 拔腿狂奔 周萬來眼鏡打飛摔倒在地 立法院長韓國瑜向前關心 這樣國民黨氣到不行 直喊要民進黨出來道歉 民進黨團總召黃國昌 在草野協商也趕緊關心 秘書長傷勢 但眼看國民黨守衛好主席台 民進黨立委多度想要闖闖看 一個跨步想要直登主席台 但國民黨攔截以為結束了 下方還有一個郭國文 一度被推倒在桌上 兩邊同時開戰場 但立院也要比聲量 金門坦克陳玉珍直接暴衝 火大開槍 民進黨立委黃潔 國民黨民眾黨共提的 國會改革無法 總共有64條的法案 要表決闖三毒 但即使是國民黨的院長韓國瑜 也想表達意識中立 三度的朝野協商人無共識 四度的喊出院會休息 就希望朝野能有共識 我們希望民進黨能夠回頭施案 能夠共同來推動改革 也希望賴吉德準總統 你講兩句話吧 讓我們的立法院成為真正代表 民意的立法院 國會改革無法藍白熬夜也要 平三毒就看誰的體力好 TVV新的東京年宣 台北長報道 好但這麼混亂的場面 竟然傳來悠揚的笛聲 到底是誰在伴奏 原來是國民黨立委許巧欣 他當場拿起了直笛吹奏國歌跟國旗歌 另外民進黨中嘉賓企圖攻佔主席台 飛撲護衛韓國瑜的國民黨立委陳金輝 還遭質疑疑似式雄暴 因此陳金輝將提出告訴 而韓國瑜在旁邊相當傻眼 好 請請各位說國民黨 直接穿上主席台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搶談主席台 雄暴國民黨女立委陳金輝 兩人重摔在地 國民黨男立委健壯 趕緊上前支援 現場一陣尖叫 就連議事人員也被指示 先閃一邊 但這抱臀飛撲 讓陳金輝膝蓋擦傷 氣得決定驗傷提告 議事桌是非常的高 議事也很高 所以他其實是在一個 完全不顧對方 再來會如何受傷的狀態下去 做出這些動作 我很抱歉 至於未來他的感受什麼 我們尊重 中嘉賓三度會失禮 說腳踩到指才會向前滑 但驚悚畫面 連一旁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都嚇到臉色鐵青 而不只綠營 來贏這行為也有爭議 國民黨立委徐曉欣 就在議場內拿起直笛 開始吹奏國歌和國旗歌 要用魔幻敵音 蓋過吵架聲音 若直笛不夠 還有祕密武器 有人為哪一場自信 畢時委員不得攜帶麥克風 與議事無關之物品進入會場 徐曉欣辯稱樂器不算違禁品 但他私自帶入議場的 還有民進黨旗 更捲成長繩狀 試圖掛在民進黨立委 王美慧脖子上 兩人來回拉扯 後來被一旁的立委蔡毅 畢於架開來 爭議行為徐曉欣沒回 王美慧則痛批太危險 藍綠立委為議案拳腳相向 但危險行為 請勿模仿 韓國瑜處境似乎也有些尷尬 因為他為了平息戰火 兩度接受綠營的協商要求 不過這似乎也讓國民黨跟民眾黨團相當不滿 像是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他就提醒韓國瑜 別讓綠營軟土伸絕 而國民黨團總召傅坤 其他更落下狠話 他說立法院變成民進黨樂園 韓國瑜有責任 為立法院長韓國瑜清出一條路 當藍營立委歡聲鼓舞 以為會議即將恢復 繼續休息協商 殊不知韓國瑜是要召集黨團幹部 回小房間重新協商去 這似乎讓藍營立委很不滿意 一副要把韓國瑜拉回去 藍營立委楊雄英手勢比的又比 意思是院長已經喊了兩次休息 現在院會休息 綁架院長笑話 你不要管閨家後 我一定有這麼有耐心的院長 痛疲率綁架院長 因為在議場後方 韓國瑜走到哪 都有民黨團總召 柯建民跟在一旁 院長這時候要硬起來 如果一再的軟土生蛙 我們的國會尊嚴會蕩然無存 我知道院長的苦處 不要被人軟土生絕 變成民進黨 肆意往為的一個樂園 院長很抱歉你有責任 為何不交院會處理 就連同黨的復婚旗都快沒耐心 民黨立委則順勢祭出 離間際在社群點名復婚旗 踩上院長座椅 是要把韓國瑜踩在腳底 好奇怪 呼籲韓院長不要聽命於 再也藍白兩黨 復婚旗黃國昌現在做的 就是綁架韓院長 藍綠都說 是代表院長捍衛權異彈 誰在玩著 什麼把戲此刻 韓國瑜心知肚明 立法院今天上演不只是肢體衝突 還有口水戰 而且是真的口水 黃國昌怒吼的時候 口水噴到郭國文 當場被伸手打臉 推上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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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那麼多 你幹什麼 你打人喔 口水那麼多 你打人喔 到底是誰打人 民眾黨很同照 黃國昌不滿民進黨立委郭國文 直接在議場牽到處 比大聲 你打人喔 我哪有打人 不要動手喔 不要動手 你幹嘛噴口水 你打人 你現在不是打人嗎 誰打人 你用手 剛剛誰動手 會把手往黃國昌的臉上承 是因為受不了對方口水 一直噴 但郭國文仍堅稱 沒要打人 當我哪有打人 我錯了是不應該把他臉推開 我應該摸他的頭才對 或許他就不會再咆哮了 黃國昌就是臉好像被推了一下 不是被推 是被打 就往我臉上打下去 我沒有辦法接受 互相嗆聲 衝突一觸即發 但為了闖關國會改革無法 黃國昌一早追在國民黨立委 掩護之下搶先進入異常 藍兵立委全力护送 黃國昌當衝鋒手 更提案要到審完才罷休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似乎也看在眼中 前一晚夜宿議場門口 這反應再自然不過 這是我們新北的 是否也意味著2026藍白 可能何 選舉的是以後再說 但不准綠營插手 民眾黨和國民黨的立委 在立法院外面排隊的兩天兩夜 就是希望取得一個優先的提案權 今天民進黨不可以用暴力的方式來阻擋 台灣民眾黨八位立委會扮演忠實的反對黨 面對國會戰場 藍白站在同一線上 TV便宣誤會 劉維俊追蹤軍 副會小組 台北報導 目前立法院持續處理國會改革法案 那麼稍早民進黨搶佔主席臺 立委沈柏陽摔下去 被緊急送醫 而準秘書長潘孟安到醫院慰問 並譴責暴力 他也呼籲說今天不宜再進行議事 否則不公平 而民進黨也預計 在稍後的晚間9點鐘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